大小工程車一起出動 馬不停蹄 趕工掃集作業 經濟部要在5月底之前 在大台中地區一口氣 凿88口緊急抗旱水井 目前仍在加緊趕工 預估完成後 每天能提供11萬噸的公用水 台中水晶嚴峻 中央要加強抗旱應變力道 耗自19億元開闢緊急水源 多省水的部分 我們省了15% 多吊水的部分 我們預期在4月底5月 溫北可以對台中市增加 24.3萬噸的水 這將近有五分之一 台中市的用水 三項措施 跌了將近1000萬噸的水量 台中工武停而限水 進入第四周 眼看德基水位 每天都在往下掉 去水率只剩3.6% 雖然接連幾天的降雨 但無助水晶 早景救汗 已經是不得已的選擇 但是88口井 數量是全台最多 密度也最高 外界質疑真的沒有地層下限風險嗎 事實上這個是台中 德天獨厚的地方 因為台中的下面是軟栗石 那這個軟栗石中間的這個含水層 很厚 很厚 那另外那個軟栗石呢 不容易有這個地層下限的問題 希望在這個真正的雨季來臨之前 就是維持目前的公武停二 不會有進一步的措施 我們抗旱的所有的重心 現在是放在中部 尤其是台中地區 我們幾乎是重兵都放在這裡 也就是希望讓我們台中市民 在生活上或者在很多的工作上 不會因為這個呼喊期間 而受到太嚴重的影響 除了持續找水源 國軍也投入補水工作 把抗和火力全部集結中台灣 中央地方攜手共渡水情難關 環宇新聞 胡志成 宋俊宇 林嘉倩 台中報導